預備兩岸戰前衣飛彈也要MIT 殊不知看見的是國造外衣 看不見的固態燃料過濾酸胺 竟然滲入中國製產品 被揭穿的風衣公司 因此遭中科院停權三年 結果又被踢爆 用影分身之術 國防部的標案照拿 錢照賺 藍尾接獲爆料清查發現 不只風衣公司繼續 承攬國防部標案 其他永冠酒儀 也都是同一位誠信負責人 另家酒鼎雖然負責人名字不同 但實際上跟風衣的地址 卻一模一樣 近一年多來 四家公司拿下二十五項標案 總金額高達四千三百二十九萬元 風衣被停權三年之後 是不是也繼續承攬國防部的案子 到底是無法可管呢 還是我們在整個確認過程當中 太輕忽了 部長 我跟委員講 無法可管不至於 但這管理的方法 可能當然又有遺漏 國防部坦承有這狀況出現 但這無非是給中央定下的軍規 去紅供應鏈打了臉 如果設計不法 該研辦就研辦 我們不能縱容 在我們的軍品裡面 有中國零組件的污染 這個有法律規定的 都花了兩千四百億打造抗中飛彈 當然得全程 made in 台灣才能真正爆台 白新聞方部鳳佳科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直播口 總值得不清心 安全 絹